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NA当中的一个重点 在这里的话我们会着重给大家去介绍各种不同的路由选择协议 从静态的到动态的 那么我们先来去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知识 我们第一次去提到路由器和路由的这个概念 路由器和路由的这个概念 是在我们OSI七层模型的第三层的时候 我们讲第三层的最主要功能提供了两个最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IP编制 第三个就是路由功能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对路由功能的解释是 路由的功能就是用来在不同的网段之间转发数据 用来在不同的网段之间转发数据 那么为什么要有路由功能呢 因为我们的IP编制是一个层次化结构化的编制 它将我们的网络分为了两个部分 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通过网络对我们的不同主机进行了一个区域的划分 那么一个网络通常比如说 可能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网络 或者一个楼层是一个网络 或者一个楼层是一个网络 每个网络属于各自的一个网段 属于各自的一个网段 比如说一个网络可能属于192.168.1.0-24 这个网段那么不同的主机属于不同的网络 那么主机之间默认是只能够跟同网络的设备相互进行通信 如果是不同的网络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幅图上 10.120.2.0-172.16.1.0 这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网络 那么如果说两个不同的网络之间的设备要相互通信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用到路由功能 必须要去用到路由功能 那么路由器就是专门用来实现路由功能的一种专业设备 一种专业设备 所以说路由功能的概念就是用来在不同的网段之间相互转发数据 以达到不同网段之间相互通信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那么路由器既然是用来实现路由功能的 那么路由器所负责的就是在不同网段之间进行数据转发 我们也把它叫做三层的路由功能 也把它叫做三层的路由功能 并且那个路由转发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 是通过路由器里面有一个叫做路由表的东西 我们叫做routing table 我们叫做routing table 通过一个叫做路由表的东西 比如说我A路由器 我怎么知道到172.16.1.0这个网段应该怎么走呢 那么是通过我路由器上面的一个路由表 这上面会有记录 比如说到172.16.1.0 我是要从我的比如说E灵口发出去 E灵口可能是这个接口 那么这个时候路由器就会从这个接口上将数据发出去 那么传给B路由器了以后 B路由器也一样 那么他会查他自己的路由表 比如说他认为是要发给C 从他的这个比如说E灵口发出来发给C 那么C可能这块是E1口 他会查他的路由表 觉得我是要从E1口发出来发给D 那么D这里可能是一个F1灵口 那么他会查他的路由表 知道172.16.1.0 就是我和我F1灵口相连的 所以说他会把这个数据从F1灵口上发出来 这样子目标主机就能够收到了 就能够收到了 所以说路由器的最主要功能是实现三层的路由转发 但是路由转发的是基于我们路由器当中 一个叫做路由表的东西来实现的 那么路由表就好像地图一样 就好像地图一样 那么当然再去转发数据的时候 我肯定因为我是基于路由表进行转发的 而路由表并不一定是默认就有的 比如说我这台A路由器 那么我和172.16这个网络并不是直连的 所以说路由器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并不知道172.16.1.0这个网络该怎么走 所以说他还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来维护路由表信息 可能是由管理员手中输入的 就由我们人去控制的 或者说也可能是他自动去学习的 看我这个网络当中到底有哪些路由 每个路由应该怎么去走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要在冗余路径当中进行最优路由 这写错了 最优路由的一个判断 比如说我这张图上面 从A到D中间有很多条路径可以走 那么路由器还需要去负责从这些路径当中选择出来一条最优化的 或者在多个路径上进行负载进行 或者进行负载进行 OK 那么同时呢 有时候路由器还可能会去制定一些策略 制定一些策略 比如说有些数据包我不想让他通过 我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些过滤的策略 那么这个是我们路由器和路由里一个基本功能 它所实现的最主要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网段之间相互转发数据 OK 那我们刚才说了路由器转发数据主要是要通过路由表 主要是要通过路由表的这个信息 但是路由器默认情况下只知道直连的路由信息 只知道直连的路由信息 什么叫做直连呢 就是我路由器在这个网络当中有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还是A这台路由器 我现在有三个接口 比如说E1 E2 E3 E的意思就是SRNET 以太网1 以太网2 以太网3口 那么每个口肯定有一个IP地址 并且肯定是不同网段 比如说这个IP肯定是 我是属于10.120.2.0的 我是10.120.2.254 我这边可能是12.1.1.1 我这个口可能是13.1.1.1 每个接口都会有一个IP地址 并且路由器上面 不同接口不能配相同网段的IP 路由器永远是隔离网段的 它永远是隔离网段的 这个是必须要注意 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网段之间转发数据 所以说不可能它的两个接口是属于同一个网段的 但是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只知道直连接口的路由信息 比如说我A路由器现在有三个直连接口 那么我就知道这三个接口的路由信息 怎么样 怎么样知道呢 比如说我一一口 这个是10.120.2.254 我的子网也码是-24的 那么它就会去知道 我一一口可以到10.120.2.0-24这个网段 我是从一一口可以到 我从一二口可以到哪呢 可以到13.1.1.0 比如说我是-30的 那么我从一三口可以到哪呢 可以到12.1.1.0 可能也是-30的 注意它记录的是网段 记录的是网段 那么其中这一条就叫做一个路由条目 就叫做一个路由条目 其中这一条就叫做一个路由条目 那么路由器在刚开机的情况下 那么肯定是只知道我自己直连的 只知道自己直连的 但是我们的网络当中不可能只有一台路由器 肯定会有多个路由器 尤其是大型网络 那么所有这些非直连的网络 比如说这个网络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这里 那么这些非直连的网络 怎么样去知道呢 那么我就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去获取到非直连的路由 应该怎么走 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取到非直连的路由 应该怎么走 那这时候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使用静态路由 使用静态路由 所谓的静态路由 就是由管理员手工配置这台路由器 我手工去敲进去 然后手工输入进去 我到达172.16.1.0应该怎么走 到达10.1.0应该怎么走 那么这是静态路由 原理非常的简单 手工去编辑我这个路由表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占用路由器资源很小 我不需要运行额外的一些程序 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工输入的 第二个可以严格控制路由转发 支持比较广泛 支持比较广泛 因为我的这个所有的条目都是我手工输进去的 所以说我想控制它怎么走 它就是这么走 而且静态路由是支持最广泛的 几乎所有支持网络的设备都支持静态路由 都支持这种方式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这些是静态路由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当出现网络透口变动的时候 无法自动更新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了一个 在A路由器上输入了一个172.16.1.0的路由 结果这个网段现在断了 现在它坏了出问题了 不存在了 那我还需要手工把A的这条路由删掉 否则的话 它可能认为这个网段还存在 所以说当出现任何一点网络变动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自动更新 你必须是手动更新 必须手动更新 而且当网络很大的时候 配置维护非常复杂 比如说我有一百个路由 一百个网络 我现在有一百个network 结果这一百个network呢 是由十台路由器相互构成的 互联在一起的 那也就是说我在这十台路由器上 分别要配置这一百个网络的路由信息 我总共要配置将近一千条路由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量就非常大了 所以说这些是静态路由的缺点 静态路由只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的网络很小的时候 网络很小的时候 网络数目非常少的时候 或者说我需要严格控制的情况下 我是需要静态路由的 所以说静态路由通常只用于超小型网络 或者说需要严格策略控制的地方 或者说需要严格策略控制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由器 匹配路由条目的方式 那么这个实际上之前已经说过了 路由器对数据进行的是精确匹配 并且只匹配子网研码规定的位数 只匹配子网研码规定的位数 那么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条路由 这样的几个路由信息 192.168.1.128-30 192.168.1.0-24 192.168.0.0-16 我有这三条路由信息 当我过来一个数据包 它的目标地址是192.168.1.129的时候 那么它永远是 其实这三条路由条目它都匹配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路由器 只匹配子网研码规定的位数 也就是说它过来以后 第一条路由它只匹配前30位 这条路由是能够匹配的 到了第二条路由以后 它只匹配前24位 也是一样的 到第三条以后 只匹配前16位 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选择哪个呢 它选择最精确的 所谓的最精确的 就是子网研码最长的一个 也就是说第一条 因为它的子网研码最长 那么它的精确程度是最高的 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再选择次优的 那再选择次优的 而且路由器必须最终 找到一个出接口才能进行转发 这个我们一会儿去说 如果说没有匹配的话 我这个数据发给路由器了 结果路由器不知道目标该怎么走 我没有这条路由 路由器就会丢掉这个数据包 并且向远返回一个 ICMP的报错信息 在我们的主机上 可能就看到的是目标地址不可达 目标地址不可达 OK这个是路由器去匹配路由条目的方式 那么怎么样去配置一个静态路由呢 其实静态路由的配置非常的简单 使用一个命令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 注意我这里进入的是全局配置模式 使用IP-ROTE这条命令 使用IP-ROTE这条命令 然后跟目标网络 子网研码 以及下一跳或者出接口 以及下一跳或者出接口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A这台路由器上 我想配置到达172.16.1.0的 这个静态路由信息 因为它现在是我飞制连的 那么我就输入IP-ROTE 目标网络的网络号 172.16.1.0 子网研码是更24的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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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跟下一跳IP-ROTE 因为我要到172.16.1.0 我是要把数据发给B的 B的IP地址是172.16.2.1 所以说我输入下一跳 因为B是我的下一跳 B是我的下一跳 我输入下一跳的IP地址是172.16.2.1 那么这样子的话 A就会把数据发送给B 或者说我输入出接口 我后面跟出接口 因为我的数据是要发给B 发给B的话是从我的S0-0-0口 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去跟我的出接口 可以去跟我的出接口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他俩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路由器 它执行的是地规查找 路由器 查找一个 在转发数据的时候 必须要查找路由表 直到找到一个出接口为止 因为我最终情况下 肯定还是要从我的自身的一个接口 发出去 我到底从哪个接口发出去呢 那么我需要去递规的查找路由表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是要到 10.1.128.比如说3 这是我的目标IP地址 这是我的目标IP地址 那么我的路由表里面有这几个条目 我肯定第一个匹配的是这个 10.1.128.0-23 这是我匹配的路由条目 我这个下一条 我这个目标IP地址是属于 这个路由网段的 那么它告诉我 想要到10.1.128.0 我要发给谁呢 172.16.32.3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找了 我到172.16.32.3 应该怎么走 那么发现 第二步我匹配的是 172.16.32.0-23 我还有这样一个路由条目 那么到172.16.32.0 该怎么走呢 它告诉我要到192.168.1.254 那这时候我又要查了 我到192.168.1.254怎么走 所以第三次匹配上的这个路由条目 那么它告诉我 192.168.1.0 是要从S0-0口发出去 这样子我才能把数据发出去 也就是说 这是我最终要找到的一个东西 我到底是从我这个设备上的 哪一个接口 把这个数据传出去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的路由表 是我们描述的这样子 那么你到目标 地址是10.1.128.3 你要查几次表呢 要查三次路由表 总共要查三次 所以说我们说 它是一个地规的查找过程 地规的查找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跟下一条IP和出接口的区别在哪呢 如果你跟出接口的话 这条路由过来 只匹配一次就可以转发出去了 而你跟下一条IP的话 你至少要查两次表 你还要查一下到下一条IP应该怎么走 到你这个IP地址应该怎么走 至少要查两次表 至少要查两次表 如果你是路由表 像我们这里举的这个例子这样的话 那你就要查三次表了 就要查三次表 甚至查十几次表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跟下一条IP 没有跟出接口效率高 没有跟出接口效率高 但是跟下一条IP 有时候可以具备一定的冗余性 比如说你跟出接口的话 这个出接口一旦荡掉了 就是它的状态变为不可达了 这个出接口现在出现故障了 你这条路由条目肯定是没有了 因为你的出接口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有问题了 已经断开了 你这条路由条目肯定会消失掉 肯定会自动从路由板里面删除掉 但是当你跟下一条IP的时候 只要你现在路由器当中还有一条 能够到这个下一条IP的路由 你这条条目就不会受影响 就不会受影响 所以说跟下一条IP 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备份性 但是效率不高 跟出接口效率高 但是不具备备份特性 不具备备份特性 当然前提是 你具有容易路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从A到B 我有两条路径可以走 那这样子的话 你具有一定的备份性 如果说你现在只有一根线连着 那你跟哪个都是一样的 跟哪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里 推荐的方式是什么呢 既跟下一条IP 又跟出接口 这个我们一会做实验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演示 怎么样去配置 那么还有一种 这个路由 一种特殊的静态路由 叫做缺省路由 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比如说我们上互联网 我们上互联网 互联网上有 比如说我现在 这是我家的这台路由器 我里面连了一台主机 我这台主机 想要访问internet 我这个路由器有一个连接 直接是连接到internet了 直接连接到internet了 但是互联网上 有很多条路由条目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在网络上 现在网络上可能存在 20到30万条汇总后的路由 汇总后的路由 我可能访问的是 中间的任何一个网络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要上什么网 那么如果说 我全部都用静态路由 配下来的话 就非常的麻烦了 而且我路由器需要去维护 20到30万条路由条目 这可能需要占用 200到500兆的内存 一般的路由器 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内存 那这个时候 可能就需要去使用到 一个叫做缺省路由的 一个东西 一个路由条目 缺省路由是用全零去表示的 我的目标网络 和目标的子网研码 都是全零 这是一个通配的路由 这是一个通配路由 它可以匹配任意一个路由条目 所以说 当我们需要去指向互联网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都是指一个缺省路由 出去 这样子的话 不管说 我这个目标地址 在我这个路由表里面 有没有精确的路由的话 我都能够匹配这一条 我发给我的运行商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可能是电信 我发给电信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就不用管了 它的路由器里头 肯定会有精确的条目的 肯定会有精确的条目的 所以说 使用缺省路由 可以用来去匹配那些 我不知道的路由条目 所有不知道的 都可以去匹配缺省路由 但是注意 缺省路由 是最不精确的 你会发现 它的子网研码是全零 你可以把它立为 杠零的子网研码 所以说 它是最不精确的 所以说 在路由器当中 它永远是最后一个匹配的 它永远是最后一个匹配的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静态路由 在配置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 收IPROTE 去查看我路由器的路由表 在这个路由表当中 会包含我整个路由器当中 存在的所有路由信息 存在的所有路由信息 包括静态路由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讲一下路由表的结构 讲一下路由表的结构 那么路由表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 它当然是一条一条表示的 第一部分 代表路由的类型 路由的类型 在上面有一个代码 代表 比如说我下面是C或者S 那么代表 这个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在上面会有解释 C代表是直连的 我路由器上只要有一个接口 我就会有一个路由 会有一个路由 S代表是静态的 S代表是静态的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R 就代表我是通过瑞普协议学习来的 如果出现一个O 就代表通过OSPF学习来的 所以说第一部分 是我这个路由条目的类型 第二部分 是这个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 我到底是到哪个网段的路由 在这里会显示 并且还有它的子网研码 并且还有它的子网研码 那么在这里的话 如果说是动态路由协议 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或者说静态路由协议 比如说我会有一个172.16.1.0 刚24的路由 它后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 比如说1斜杠0 或者0斜杠1 0斜杠1这样的一个表示 这样的一个表示 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 就是它的管理距离和度量值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看到 一会儿会看到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解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下一条IP地址 是它的下一条IP地址 这里应该是一和零 第一部分是它的AD管理距离 那是它的AD管理距离 那么管理距离 我们之前讲了 当我的一个路由器上 存在多个路由协议的时候 通过管理距离去匹配 去判断到底优先选择 哪个路由协议管理距离越小越好 比如说我到172.16.1.0 我可能静态路由有一个 我OSPF还学了一个 OSPF的这个 我的这个管理距离是110 后面可能还会有它的度量 还有度量 那么这个时候静态路由 因为它的管理距离是1 所以说就要比OSPF的低 那么优先就会选择这一个 因为它两个的这个路由条目的内容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会通过管理距离去进行比较 第二部分是度量值 第二部分是度量值 我们说不同的旅游选择协议 可能去使用不同的度量值 来去判断我到达目标网络的优劣 比如说OSPF 我可能也选择了 也学到两个 172.16.1.0-24 我都是OSPF学到的 我的管理距离是一样 因为是同一个协议 但是可能第一条路径 它的度量值是20 第二条路径是30 那么我会优先选择度量值小的 度量值越小越好 度量值越小越好 也就是说 第一个AD是用来在不同的路由选择协议上 判断优劣的 而第二个度量值是同一个路由选择协议之内 不同的路由条目来判断优劣的 来判断优劣的 那么都是越小越好 都是越小越好 具体的度量值用什么呢 不一样的路由 不一样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所使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Rip用的是跳数 这个OSPF用的是带宽 EGRP用的是符合多量值 这个我们之前又给大家讲过 又给大家讲过 OK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 现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有三台路由器 R1 R2和R23 总共有五个网络 R1和R2之间的网络 R2和R23之间的网络 和R23上有三个网络 R23上有三个网络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是 全网必须要使用静态路由 并且相互联通 在R1上只能出现一条静态路由 R2和R23上必须要使用精确路由 我们先来分 我们先来去配置一下 我们先来配置一下 这个基础配置 基础配置 R1 R2之间是 S0-0对S0-1口 R2和R23之间是 S0-0对S0-1口 我们先来配一下基本的IP地址 S0-0口 IP地址是 12.1.1.1 我们是属于E2网络的 是属于E2网络的 我们给R1的接口分配点1的地址 给R2的接口分配点2的地址 紫网研码是 25.25.25.255.252 是-30的紫网研码 OK 然后 R2 R2跟R21相连的是 S0-1口 IP地址是 12.1.1.2 紫网研码是 -30 是-30 我们配置好了 等状态都up了以后 我们来pin一下 OK 已经通了 然后我们配置 R2跟R23的连接 R2是通过S0-0口 来连接的R23 IP地址是 23.1.1.0 这个网络 所以说我们给R2配置 23.1.1.1 同样是-30的紫网研码 OK 同样是-30的紫网研码 然后R23上面 S0-1连接R2 23.1.1.2 好 我们来pin一下 23.1.1.1 OK R23和R2已经连通了 注意 我们做实验永远是 先检查底层连通性 底层配置好了以后 在配置上层的协议 一层一层的来配 一层一层的来配 在R23上 还有三个环回接口 还有三个环回接口 我们之前有讲过 环回接口是 软件模拟出来的接口 可以存在很多 通常用来做测试使用 R23上起了三个 我们创建了三个 软件的虚拟接口 分别是1.1.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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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和3.3.3.0 OK Interface LO0 1.1.1.1 25.45.2.0 缸24的 LO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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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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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 LO2 3.3.3.3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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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 OK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状态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我们的接口状态 都是up的 都是up的 r2上面show ip interface brief 全部都是show up r3上面show ip interface brief 全部都是up的 也就是说我们底层的基础联通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路由表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配置 所以说路由器只知道 路由器每个上面只知道 它自身的直连的路由信息 在r1上面 它只知道这一条 r2上面知道两条 12.1.1.0和23.1.1.0 因为它有两个接口 分别连接到这两个网络上 r2.3上知道四条 它直连的这几个是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r1show ip route 上面只有一条 r2上面show ip route 上面有两条直连的 r3上show ip route 上面有四条 它直连的 有四条它直连的 ok 现在我们r1上去pin非直连的 比如说23.1.1.1 是pin不通的 因为我在路由表里面没有这个条目 我在pin的时候 它是点点点 是pin不通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的题目要求是 r1只能出现一条静态路由 只能出现一条静态路由 那么怎么办呢 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们要到哪些网络 我的路由器上就必须要有几个路由条目 也就是说 每个路由器上 因为我全网总共是五个路由条目 那么我每个路由器上都必须要存在五个精确路由条目才可以 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只能用一个 那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想起来了 我们有一个叫做 缺省路由的东西 所以说r1的特点是不管我到哪里都必须要从我的S0-0口发出来 所以说我只需要在r1上创建一个缺省路由 只向S0-0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创建一下 r1上面 iproot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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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的出接口是S0-0口 这个时候我就创建了一个缺省路由 所有的我不知道的数据 我全部从S0-0口上发出去 我们说iproot来看一下 可以发现我们创建了一个静态路由 并且带了一个星号 凡是缺少路由 路由器会自动标记为一个信号 自动标记为一个信号 OK 那么题目的要求是 其他的路由器上必须使用精确路由 那么我们在R2上就需要去配置 因为我已经有两条了 我需要去配置三个精确路由 分别指向R23 分别是1.1.1.0 2.2.2.0和3.3.3.0 OK 我们来创建一下 IP Rote 1.1.1.0 R25.R5.R5.R5.0 是-24的资网研码 那么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没有 建议大家使用的是下一跳加出接口 R2到达这些网络 我的出接口全部都是S0-0 我的下一跳是23.1.1.2 是谁的IP地址呢 是我R23这个接口的IP地址 所以说我全部使用出接口和下一跳 出接口和下一跳 因为我R2到达这三个网段 全部都要发给R23 OK 我们使用出接口加下一跳 S0-023.1.1.2 OK 那么同样我们来创建 2.2.2.0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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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S0-023.1.1.2 3.3.3.0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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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S0-023.1.1.2 他们的出接口和下一跳是一样的 S0-023.1.1.2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全部都是静态路由 是S的静态路由 那么分别创建了三个网段 1.1.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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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和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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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可以发现这里是我们的静态路由的管理距离是一 度量值是零 因为静态路由是没有度量值的 是没有度量值的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的下一跳是23.1.1.2 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下一跳加出接口 所以说它还有出接口 那么这样的话 到达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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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只需要查一次路由条目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跟出接口 它还需要再去查 我怎么到23.1.1.2 还需要匹配到这里 才能知道我的出接口是S0-0 所以说这种方式效率最高 OK 到了R23以后 R23现在上面只缺少一个到12.1.1.0的 只缺少一个到12.1.1.0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去指回来一个 它的下一跳是23.1.1.1 也就是说R2的这个接口地址 而它的出接口是S0-1 出接口是S0-1 OK 我们来配置一下 IPROT 12.1.1.1.0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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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是一个-30的 下一条出接口是S0-1 下一条IP地址是23.1.1.1 OK 我们说IPROT 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已经有这个路由条目了 一定有这个路由条目了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三个路由器上的路由条目 就已经全部创建好了 就已经全部创建好了 R2和R23上分别有五个精确路由 R21上有一个缺省路由 这个时候我们来PIN一下 在R21上来PIN 2.2.2.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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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以发现从最左边PIN到最右边已经通了 我们再从最右边PIN到最左边 12.1.1.1 OK 这里头已经全部没有问题了 已经全部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静态路由的配置 同时在这里头我们也使用了缺省路由 也使用了缺省路由 OK 那么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是给大家去讲解了静态路由的原理 和静态路由的基本配置 那么下节课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静态路由的高级应用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